好,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就是 有時候你今天 如果翻譯 畫面好像跟我們之前看到的不一樣 這邊有個叉叉 因為就是說 你這個是可能前一次查詢的結果 那你怎麼會看到 跟剛剛最早看到的畫面有點不太一樣 沒關係,你只要按上面那個叉叉 按一下 他就回覆到 至少很清楚的是 像剛剛曾經查過的畫面 另外我們在不同的翻譯裡面 另外一個常用的叫做對話 對話是 對不起,我先說明相機 相機最好用到的實體是 你們如果到那個外國的餐廳 有時候他給你那個點餐的單字 是完全外文的 那如果完全是日文的 哇! 你就不用再找人來 對那個說這是什麼資格 你就拿這個相機去問人 你就可以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了 對不對 那另外呢 如果你走在路上 臨時遇到一些問題 你想要問人家 你也不用擔心外國不同 你用對話 假設呢 今天是 這個你誰放左邊誰放右邊 你做無所謂 你點一下對話 起來 你看他預設正在日文在那邊聽 我現在不是要講日文 好 我就把按摩中間把它停掉 現在不要再聽了 因為他聽了乱七八糟 假設我現在要中文 我要講的是中文 我要為人家 我就點中文了 他開始閃爍我在開始講話 比如說 我來點中文了 請問火車站怎麼走 對不起 我的聲音會出不來 因為我的聲音現在目前 投影到 到電腦 然後電腦 呃 可能被 電腦吃走 所以現在目前 啊 來 我這邊 聲音打開來一下 這邊接幾個彎中 但是中文接的彎 就是國外貝已經被你關掉了 國外貝沒有彎中 請接幾個彎中文 啊 對不起喔 有別的話在 重來一次 來 我按中文來講 請問火車站怎麼走 他就會唸出來了 他就會唸出來了 所以你也 你也不用讓那個外貝 那個那個日本人 聽怎麼樣子 好 啊隨便講 對不起我隨便回啦 我日文沒有回 我日文不太好 但是我嘗試看看 啊 啊 呃 我的語言還不錯 啊 應該是 應該是不好的 他把語言還不錯 沒有 所以是我的語法弄錯了嗎 哈哈哈哈 糟糕 啊 反正不管 就是說 類似這樣子 你講的語就是 所以你知道嗎 因為我上個禮拜一 才從 上個禮拜一 上個禮拜一是從日本 因為我發出一個旅行社 去 那 協同帶去日本 但是我難以為 我不是當導遊 我也不是當翻譯 我的字文不好 怎麼當翻譯啊 不行啊 其實我去 我去幫忙做天文的解說 好 但是呢 真的在那個 在上面我看到 因為有時候 我跟遊客走 我跟我的那個 我那一團的遊客走在一起 但是那個導遊沒在旁邊 他都不會日文翻譯啊 我就看那個店家 然後再拿中國翻譯起來 然後拿這個 他就點那個字文 就馬上講日文 然後翻譯中文 讓你們看 也是有這樣子 所以你看 現在這個 很多人就已經開始仰賴這個 輔助翻譯 所以 今天這個對話 你再給各位看一次 你先選好 你是對話的兩方 是哪 哪一國的語言 你要跟哪一國的人對話 把你的語言先選好 然後再來選下面的對話 然後我們可以先關掉 然後看 是你要先講話 你就要按中文 按了之後 他再閃爍 你再開始講話 可以嗎 然後講完了之後 當然有時候 他還在偵測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強制關掉 跟 等一下 甚至 我先跟各位講 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不太確定 他到底講的中文 中文還是日文 你要如果翻譯 你按中間的麥克風 請問火車在講什麼 他會自動辨識中文 對 他自動辨識中文 好 我一直一直在跳舞 好 他就會根據你講話 請問我們還是 辨識中文的一頁 他就幫你翻出來 可以嗎 但是如果你們很明確 我建議你就直接 你現在明明是你要講中文 你就點中文版 然後開始講 他就會翻成日文 沒關係 因為重點是你的手機 是你在按 你想說要 不要用那個日文顯 你的頭部 這樣子 你可以 你要翻成別的一頁 好 翻翻別的一頁 先跑進去 先到內部 然後在這個 左上角這裡 把字文 假設換成 好 那 唉 為了大哥 麻煩你講一句 泰文嗎 找到泰文在哪裡 那邊有結婚 真的都找過了嗎 喔 等一下 我來找泰文 找到 來 麻煩 累了 你靠人家 你去翻得嗎 喔 喔 很不錯 至少 美國大哥他會講泰文 他可以認證他的泰文 翻成中文對不對 所以 既然他認證過 是ok的 所以各位這筆言翻譯是ok的 了解嗎 我們常用的就是 對話跟相機 其他比較少用 ok 所以 各位可以嘗試一下 如果你還稍微知道哪一波語 你可以來嘗試 來 左右 唸唸看 好不好 來 請各位試一下對話的功能 謝謝